是古典音乐的发源地 很多伟大的音乐家和他们的音乐 都是从这里走向全世界的 日前的天津交响乐团 在音乐厅带领大家一同踏上了 欧洲音乐的寻梦之旅 而且在这次音乐会上还特别邀请了 法国指挥家贝努瓦福日盲节 加盟演出 我们一起去关注一下 贝努瓦福日盲节来自法国 曾在凡尔赛国家音乐学院 以及国立巴黎高等音乐学院学习 担任巴黎歌剧院首席和读奏家 长达十年之久 此次贝努瓦福日盲节 与天津交响乐团合作演出 《阿来城姑娘》第一组曲第二组曲 虽然是第一次合作 但他们的默契配合 让观众完全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 虽然语言上国与国之间有差别